事实证明 舔领导能多活几天 你看我做技术 我干了36岁 我就技术干不了了 后来做管理 也不能说管理 像墨地 各种领导都舔 混到40多了 还混着呢 还能舔 对吧 有些领导还挺 他觉得你舔的挺好 对吧 时不时想起你了 对吧 还可以再舔一点 这也是咱们社会现实 这国家越这样 这不好 这不好 大家真的有本事 有能耐的 可能都被埋没了 朋友问我 上次你说 北京的那些老哥们 失业都去哪了 是吧 你都在这钓鱼呢 是吧 都在这跳鱼呢 多了去了 当然人家有些 是真的老头钓鱼来的 有的是没工作的 反正是各种各样原因吧 这个位置在北京 红领京桥附近啊 是房山的红领京公园附近 房山的红领京公园附近 地板还是不错的 地板还是不错的 然后现在呢 国内的这些 别说像我了 就是中产朋友们 基本都面临三大危机 就是这个岁数了 就业危机 家庭危机 还有房产危机 难说就业啊 就业 我记得九几年啊 毕业生才九十多万 全中国啊 现在一年的1350万了吧 就业率55% 45%的人干什么 跑外卖滴滴 干这个 自行业呗 对吧 跟我干同行呢 对不对 对吧 急凶的 掉飞盘的 你们还不爱听我说 真的 我急凶的 掉飞盘的 多了 是吧 那当然我 我这个也就是下午干啊 白天我还该上班上班 但你说像我这种 可能也干不久啊 干不久 一个岁数在这呢 再一个跟我同岁数人 就两个上班了 对吧 可能是我这嘴皮子 之前一直伺候领导 你们要听我之前的视频 应该知道 我干啥的 这就舔舔舔领导的 那那他妈的 事实证明啊 舔舔舔舔领导的 能多活几天 这各位还是要关注啊 会舔的 确实比会干的强 你看我做技术 我干了36岁 我就技术干不了了 后来做管理 做那个 也不能说管理吧 算是相 công的地 各种领导都舔 混到40多了吧 还混着 还能舔 对吧 有些领导还挺 他觉得你舔的挺好 对吧 时不时想起你了 对吧 还可以再舔一点 这也是咱们社会现实 这国家越连样 这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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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真的有本事有能耐的 可能都被埋没 你们看我在日本聊那些 对吧 一样的 很多时候真的不是说 你主观上怎么样怎么样 没法说 好多事真的没法 你像我的朋友们 还好多在这钓鱼呢 对吧 你这块可能未必由我认识的 但你看他们一般钓鱼 像北京包括什么 各种小的河道 现在修的都清澈无比 老人钓鱼 你们问问那几个钓鱼 只要他不是白发 他一定是中间失业的 就是这么个情况 然后现在经济形势 什么时候能好 我也不知道 走一步看一步 大家多留现金 还是那句话 然后家庭经济就业 我说完了 那咱说中产人面对家庭问题 这个问题还挺严重的 有的朋友 你把燕郊的事来说 有个燕郊朋友 在那个群里聊天 就是很多人面临的问题 真的 很贵的时候买的房子 现在想卖了出国 理解 那你最起码你那个房子卖完了 得能到国外置业吧 就你买的时候那个价格 现在卖了 到日本置业没问题 但你现在的价格 为原来的三分之一 也是置不了业的 就日本你想置业 至少得三百万左右 你能买个民宿之类的 在那土炮 挣不挣钱 可真不知道 以我的 还 还大板形来看 你想挣钱难度不低 但并不代表挣不了钱 难度不低 因为日本的税也高了 房产吃肉也要收税了 所以很多事还真的是 你去了 你要想 躺着挣钱也不可能 另外一点就是包括 日本房产的代持费用 管理费等等等等 全是事 真正到你手的收益 好多人抽6% 我告诉你们 这个收益就4%以下 4%以下的话 并不是很合适 因为日本缺人 真的不合适 而且很容易出问题 如果日本不大富引进移民的话 以后都更完蛋 所以说 朋友们 不要急 日本会进一步 放缓签证政策 不管是移民 还是那个什么 就大部分城市都是空的 呼吁几个中国的傻子过去 给他们填坑 对吧 不要钱 他们也让你去 那好多房子都不要钱 就这么个事 所以日本 咱也就不多说了 咱继续把家庭问题说的 就是有人想出去 老婆孩子不乐意 就像我这种 其实老婆孩子就不乐意 但是您未必得考虑一下咱这个自身的经济实力 北京人的话 我觉得 就是他可能会庆幸自己是北京人 他有一些 天生特有的财富和资质是其他地方没有的 或者上海也一样 但你说老哥您东北 或者说哪河南郑州来的 就很容易孤注一掷 这种情况我觉得真的是 你哪怕想去美国 这是有问题 我觉得 你不用把房子卖了就能去美国 倒不说游过去 你看那个胖子广场那帮人 谁花了好多钱把房子卖了去 多半都是一无所有的去的 你没有钱也能去 你怎么能对得起老婆孩子 房子卖了把钱给他了 或者就不卖房自己去 真的有本事混好了 再把老婆孩子接过去 我对这个没什么钱的朋友 我的经历真的是这样 你不要想着把房子卖了 带着老婆孩子一块去 老婆孩子都不想去 然后又没钱 你那钱到那没几天就和和完了 你不是自己过去吃苦吗 我觉得这样可能更符合人性 更符合人性 男人多少有点担当 你像我这种想不明白的 我也不会叫你们瞎跑 我自己都没明白 也别学我 是吧 我给你们个看法 很多时候房子的事 就先说这房产问题 这其实现在最关心的 还是能卖就卖吧 对吧 现在这啥形式 你们看不出来吗 然后但是现在卖的话 就城市的核心区域 我觉得还可以 还有成交 但你延伸到郊区这些 我当时买房是为了养老 当时那么想的 所以买的就是偏郊区上 长阳房山 长阳凉乡这块 这个片区其实并不是很好 现在看 同志房源比较多 卖掉的也就不现实 很难短期内卖掉 所以还得碰 然后你们有人也问我 问那个 你不是卖不了 你是不降价 不是不降价 是现在没有一个指导价 你都不知道挂多少钱 那230万挂呢 我挂个210 对吧 然后探一探 对吧 那你现在没人要 没人要 他至今妈都有人看 然后现在挂牌都挂什么 都是 可以商量 对吧 你挂个230万 后面给你标译可以商量 那不就大家都明白 怎么回事了吗 对吧 但是即便这样 也没人来上钩 你想挂180 中介不给你挂 你知道吗 不是你挂50万上去都行 他也得给你挂呀 对吧 就你是神经病 他中介不是啊 对吧 就相当于这个 就你想怎么样 那人家 不是 人家不能那么给你干 就这种情况 嗯 反正房产 就是这个问题 你为什么老说 老说我老说房产 我 可不得老说 那就跟你自己生活相关的 再一个 因为老聊这房子 我发现 就这房子不是一个小部分人的问题 是大部分人的问题 包括北三线 炸出了好多人 我感觉北三线群体是一个必须要重视的群体 那帮人都快被炸死了 我跟你说 你们看我之前的视频 拍北三线啥样啊 对吧 燕郊还好一点 你现在炸到现在 你稳住就行了 因为那底子还好 对吧 什么什么 永青 对吧 什么什么 香河 那个 大厂 这玩意儿不是都要命啊 他自有的这个 人口啊 还有经济 带不动这么多房子 商业也没有 你说 怎么能带动房价 稳住呢 是稳不住的 有些时候我就说嘛 燕郊不用跑 你已经这样了 你怎么跑 你没什么可损失的了 再有一点 燕郊的群体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 你们现在还劝燕郊的能卖赶紧卖 别扯淡了 我跟你说个大实话吧 你现在的 你三百六 你要三万一瓶买的 现在一万一瓶 对吧 你三百六十万买的 好像现在一百二十万 对吧 同样的一百二十万 周边能承接你的地方 北京承接不了 北京一百二十万买不了房子 即便现在 那能承接你的地方是哪啊 同为北三线的香河和大厂 或者说武清 确实能承接你 那我请问你 这些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怎么样 你去了又有什么后果呢 对吧 大实话啊 我都没跟你讲大实话 那你现在在一个最好的位置上 你怎么卖房 都是最傻的一件事 即便房价下跌 如果你是唯一之王的话 那真的是没办法 我的意思就是 现在就是最好的状态 因为老人问这个 特别烟交的 最大最好的消息 就是烟交的人多 证明大厂跟香河 坑的还只是一小部分人 这也就是不幸中和万幸吧 那如果大厂香河的 你怎么办